SY1年2月 又不是摸摸日劇片 Lucky7S 事件令今季2020年的冬季 是秋季還是冬季 應該是 11月 好像是 是秋季 秋季 對 應該是秋季 秋季的日劇 之前 就介紹了兩套給大家 這兩套 對上剛剛叫做七人之秘書 還有這個叫做 極盜主夫 那兩套呢 原來我們香港也有得看的 在ViuTV這個 可以 大家可以 日劇 即是大家選擇日劇 然後呢 有最新的日劇 都有一路 很新的 播映 然後日本 那個 都很緊貼日本的 那這個 那這個姐姐之戀人 這次就跟大家說 那 那 有很多個人物呢 其實我也很喜歡 而且 看過他的電影呢 都 OK的 那而且 都 可不可以說是 嗯 就是 反而 女主角 這個 有村駕順 是吧 那 沒有看過他的電影 那 有些是誰 幾個組呢 最主要是有些角色 先說一下吧 女主角呢 就是有村駕順 那 男主角就是 林軒刀啦 那還有 藤木漬人 和 小慈榮子 那 小慈榮子 和 藤木漬人 其實都已經是很 呃 特別是 小慈榮子 其實真的看過很多劇 已經很久了 其實 很 呃 就是 大多數他都是做配角多的 那 我想 大概也有十幾二十年前 二十年也有的了 就是 和藤木漬人一樣 那 很有趣的啊 藤木漬人呢 他有一種感覺 就是很 可能之前呢 有做過一些 角色呢 很社長 很辦公室的 一些大 呃 經理級以上 或者是 社長 呃 剛才說了社長 或者是 CEO 那你就會覺得他很文藝 呃 就是很 呃 沒有可能會做一些很粗 粗 粗的 工作 就是來他 潑潑台台的 但是 竟然這一套 他是做這些 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 是 搬東西啊 做這些角色 我就覺得很 呃 有些好像很不像他 那 就沒有啦 這個 那另外 就是唱歌也可以啦 那 嗯 不過這些不說 因為這些 看啦 那 之前他有好幾套 那些日劇呢 都好 都很好看的 那 那 這些都是不說 不說 多說啦 因為最主要呢 就是說這個 柚川家淳 這一套 叫做姐姐戀人 那 開頭呢 真的 不明白他什麼 什麼姐姐戀人啊 什麼啊 就是 現在 他哪裏有姐妹啊 那樣 就是要 會這樣想 但原來呢 就說他呢 就是 嗯 那 聽說 主題曲呢 就是Mr. Children 的歌 就是 很 嗯 嗯 最近其實也有 偷日劇 嗯 也是有Mr. Children 其實Mr. Children 應該說他最近有很多劇集 都是找他來做主題曲的 那他一系列有很多電影啊 日劇啊 的主題曲 也有他唱的 你知道Mr. Children 其實是 但是 很少有些是 男的樂隊呢 是可以這麼久 持續到 20年 10-20年 就是這麼 這麼久呢 還是有人氣的 其實真的 很難得 那 我也很喜歡聽的 Mr. Children的歌 那 這裡 就 推介一下吧 那 其實他唱什麼歌都很好聽的 就是那個melody 各樣各樣 那 嗯 嗯 那就先說一下他們的人物關係吧 那 另外呢 有一個 這裡也有說的 有一個 叫做 內瑞 飾演的 叫做美雪 這個 女生呢 就是 說是 有村家族的 嗯 叫做 知己 是不是叫知己 所謂的 閨脈 那 整天呢 就 在這個 免利店外 在那裡 聊素心事 喝啤酒 這樣 有一部分 這樣 好了 他們叫做安達加 那 首先看看這個關係圖 那 那 就這樣的 那 那 大家現在這樣看呢 就看到了 那 深粉紅色 叫做安達加 就是意思 是 有村家族的 家族 那家族 如果那麼少人呢 他其實有說呢 他 一族呢 父母呢 已經是 因爲 因為家族離開了 那 身為大姐姐的 他呢 就要一個人照顧著三個 呃 弟 那 而他對下那個呢 都已經是 相差七歲的 就是 這樣看 那 另外呢 嗯 嗯 林彥島那邊呢 就只有 他和他媽媽兩個 很簡單的一個家庭呢 就叫做吉江的 那 是 都是兩母子而已 那 另外呢 就上面一大堆呢 其實就是 那些 啊 同事來的 那 有說他們 嗯 就是 就是 安達那邊的 那邊的 同事啦 12345666個 那 另外那個 其實是 警備員 就是 是他們公司的 就是 出入 警備員 那 另外 就是 啊 就是 林彥島的 前輩 他也寫著 先輩 就是 前輩的意思 佩松堡 就是他們是做運輸的 那 另外呢 那 那 那 安達啦 陶子 就是 女主角啦 就是 他們那個公司呢 就是做一個 好像 類似你們幻想 嗯 就是 有一間很大 就是 類似當 現在公司的那些 就是 就是說 嗯 全部呢 是 賣的東西 可能是家裡的 嗯 家具啊 飾物啊 所有東西 什麼都有的 那 很大型的啦 可能是一層的啦 那 他們晚上呢 那 那邊就是晚上 做運輸部呢 就是可能有時候 晚上才 才 會 送貨來的 那 那 開頭呢 他們兩個都看不到對方的 因為 一個是早上工作啦 一個是晚上才來工作的 那 所以呢 他們是 有什麼緣分 想在一起呢 那這裡 嗯 賣個關子啦 那還有其他人物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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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你們有說 有 對 賣個關子 給你們去看一下 挺有趣的就是 那 女主角叫安達圖子 那 叫Momo 應該 對 他們是叫的 那 那 父母就意外相亡 相亡了之後呢 決定放棄了學業 而之後呢 還進了親戚介紹的家居用品店 那 他叫家居用品 工作 那 全心呢 就要抽三個年幼的弟弟 去努力了 那 那 好像很雷強陣 那 九年過了 現在已經工作了 在這間公司都九年了 那 家中的 狀況都很穩定 那 那 27歲的圖子呢 就正在這個職場上面 遇到戴著笑容 溫熱笑容的 好青年 叫做吉江真人 那就是林彥都這個角色啦 那兩天漸漸呢 就被子吸引 那 大大改變了 圖子本來歲月好靜好日常啦 而真人的笑容背後呢 就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那 那 那是什麼秘密呢 那其實都 講他 嗯 之前 可能經歷了一些事情 那 那 也都呢 都很傷害了他的心靈 他就會對女性 也不是說太 呃 就是可以說 前女友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他呢 不太相信女性 或者是 呃 不太想再戀愛 或者怎樣 但是都因為 女主角的事情 去感動了對方 之類的 那 就 就 他們 成不成功 在一起呢 那 但是呢 暫時就好像 我呢 就追到第 呃 第六集 左右了 那 那三個弟弟呢 都 挺喜歡 林免刀的 那其實 那 那 而林免刀的媽媽呢 都很喜歡 圖子的 那 但是 又會如何呢 那 因為 原來呢 另外有個中間人 叫做 村上谷虹 就是 光石 演 演的 那他呢 就是一個角色 都挺重要的 就是 原來他呢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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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子呢 是他的侄女來的 那但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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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 也擺 就 Ext whom 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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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有沒有在一起呢? 或者是... 是否快樂結束呢? 因為他們經常都... 一起很開心、很笑口 我覺得他們一起的機會應該是高於他們 那... 也另外有一隊 就是... 安達和輝 就是... Momo的弟弟 第... 就是對下的弟弟 20歲 他竟然喜歡一個 27歲的 女孩子 Momo的 閨蜜 大了7年 他們又... 可不可以很成功 在一起呢? 因為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而且... 閨蜜一向 當他... 當這個20歲的弟弟 就是... 自己... 閨蜜的弟弟 也是當自己的弟弟 是嗎? 沒有想過 對方會跟自己表白 那... 路又如何呢? 那... 其實這個故事 也挺有趣的 就是... 雖然有時候... 嗯... 他又不是... 整個都嘻嘻哈哈 那... 但是... 就是... 有些尋重位 但是... 有些... 很多的詢問 或者是一些... 很... 嗯... 一些地方 會令到你們去想 嗯... 還有另外... 就是... 有些事情 讓你們去... 去想一下... 嗯... 嗯... 就是... 每個人... 的制約不同啦 那... 當每個人不同的制約 都可以一起... 就是... 嗯... 可以經歷到... 一起... 就是... 未必是開心的嘛 因為... 呃... 就是... 大家可能以前過去的一些痛苦啦 那... 那... 他們會不會... 大家一起都可以克服呢 兩個人一起克服 這些這樣的... 事呢 而去走自己的將來呢 還是... 還是... 心裡面還是認著有一些... 舊的創傷呢 這個是... 很值得參考 就是... 很... 嗯... 嗯... 很多... 很值得看的 就是一個... 叫做... 雖然說沉重 但是又不是說很沉重 就是這些事情 但是... 好像... 這些事情又... 嗯... 都會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特別是在子弟戀那一部分啦 是不是 那... 好啦... 那... 嗯... 那... 第一次看這個... 啊... 這個叫做友川家淳呢 那... 其實他的角色呢 就是... 開頭真的覺得好... 好... 好吵的 就是... 或者是... 大癲大肺啊 很男性化啊 或者是... 嗯... 很粗暴啊 會是不是都動手 或者打人 或者是怎樣 這些女生呢 那... 嗯... 我想未必是會... 啊... 就是... 不像現在那些現時日本的女生 那樣 就是... 可能是一些另類一點的女生 那... 那... 又會如何呢 就是... 可能有一些人是... 可能要搭另外一些... 的男性 可能這樣才會配合 那也不奇怪啦 好啦... 那... 嗯... 都幾有趣的 那... 就是... 其實... 本身那一開始呢 就是... 看到有一個... 譚武職人 還有... 林顯都啊 所以才看的 因為... 嗯... 不差的女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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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啊... 林顯都在... 對上啦 就是... 最出責是... 嗯... 大叔的愛啦 那... 之後其實有一部古裝的... 片的... 是他的古裝呢 就是... 可能... 去年代Feel啦 不要說古裝啦 去年代Feel的...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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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嗯... 對啦 這一套... 那... 嗯... 也是... 如果是時代劇來講呢 這一套已經是他... 再是... 大叔的愛的之後的這一套啦 那... 嗯... 那... 也都... 他不會... 嗯... 因為林顯都做的那些劇 不會說很普通啦 嗯... 嘻嘻嘻嘻的一... 就是... 一集的那樣 那... 嗯... 他... 所以呢... 其實可能... 嗯... 那個... 結果呢... 或者可能... 未必是... HAPPY ENDING啦 但是... 不清楚啦 也都不知道啦 那... 當然都很想是HAPPY ENDING 那... 那... 就是... 看那些日劇開心心的 那當然是... 好啦 對不對 心情都愉快一點 沒有什麼遺憾啊 或者沒有什麼缺陷啊 感覺 那... 始終都是看劇啦 不要太投入啦 是不是 大家... 好啦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讚、LIKE 和訂閱 如果大家有些... 什麼意見呢 都可以... 呃... 在YOUTUBE上... 呃... 跟我一齊... 即share啦 或者是... 大家討論一下啦 那另外呢 我這個一年去Angela 又不是事夢 的YOUTUBE頻道呢 都已經... 直播... 這個... 百萬的... 點擊 啊... 真是想不到啦 那... 也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真的... 那... 我也會繼續努力的 那... 雖然... 最近呢... 就... 呃... 香港的疫情呢 就開始會有些... 有些少反彈... 反彈... 反彈... 即是可能上升回啦 那... 希望大家不要繼續... 呃... 努力啦 不要氣餒啦 我們應該呢 都會... 呃... 總之... 給大家更加大的正能量 那... 希望就... 我們就... 很快地遇過天情 不需要再帶口罩出街吧 好啦...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讚你和訂閱 這裡到這裡啦